今天我打算 延續著以色列這個課題 來跟你們分享 所以我們講過一些歷史、地理 特別上一次從以太亞書第九章第一節 幾乎把以色列的歷史 很簡單地向你們訴說 那可能你一口氣記不了這麼多 那沒事的 你慢慢地累積 那今天我要從聖經最早的第一本書 《創世紀》來講 當然《創世紀》第一章、第二章講《創世》 第三章講人的犯罪墮落 但是從第十二章開始 神對人的救贖計劃 要透過一個人 他原名叫亞伯蘭 以後改名叫亞伯拉罕 那這一個人呢 《創世紀》第十一章最後一段就開始提到他 但是十二章的第一節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你要離開本地本住父親 王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區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 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那亞伯蘭呢 是公元前大概一千八百 一千九百年的人物 離開我們這現在接近四千年 那神這樣說 我為你祝福的 我必賜福於他 那咒詛你的 我必咒詛他 地上萬族 都要因你得福 我看沒有人敢誇下這種海口 你誇海口也沒有用 沒有人會信你 但是神這麼說 我們要看有沒有應言 如果不應言的話 這個神不自得我們去信 但是如果應言的話 那你怎麼說呢 有很多人沒有讀聖經 反對聖經 有人讀了一點聖經 不信 反對 我說 如果你反對的話 我給你一個點子很容易 如果神說 地上萬族都要因亞伯拉罕 得福喔 你只要證明我沒有得到的 你贏了 可是你有沒有得到呢 所以當我們看下去喔 神捲血了一個人 他本來叫亞伯拉罕 但是他的生命啊 他的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喔 成為聖經的一部分 成為我們所認為的真理 那你說這個歷史 這個人關我什麼事啊 為什麼他是聖經的一部分 為什麼不是毛澤東 為什麼不是鄧小平 為什麼不是朱元璋 所以當你問這些問題 其實你會問得很好 那你要找出答案 為什麼是這樣的 那神預備了亞伯拉罕 以後呢 把他改名叫亞伯拉罕 那這個字喔 神改名啊 是很有屬靈意義的 神造人啊 向人吹口氣 人就成為有靈的活人 所以我們中文說 人是萬物之靈 俗說的 這句話從聖經來的 我們跟所有的動物不一樣 動物有生命啊 主也有生命啊 但是他們的生命啊 跟神所造的人 人是不一樣的 如果我們說神是無始無終 世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 那神按照他的形象而樣式造人 人應該像造物的主 因為造物的主說 他按照自己的形象的樣式造人 所以我相信喔 我們的外表像神了 你知道世界上啊 所有的被造之物啊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說是被造之物啊 一個石頭也是被造之物 但是所有的被造之物中 哪一個是最美的 我們要學習喔 特別是教育我們講得知體群 其實應該加上一個美 這個很重要 我們我們忽略的美 德之體群不重要 但是我覺得美也重要 所以美術科啊 很重要 什麼東西最美 最美 大自然很美 你看到高山 大海 浩海 誰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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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高山大海 不然美 有沒有更美的 你想有什麼更美的 你說這些高山大海 都是神所造的 對 我接受 我相信 他很美 我喜歡看美景 特別是高山大海 那種感受啊 很不同啊 你看一朵小包也很美啊 一隻鳥也很美啊 人也好厲害喔 我們可以做很多東西啊 你看一輛啊 寶馬 行車美不美啊 很美喔 但是你把它翻過來美不美 如果一輛汽車翻過來啊 那不行啊 它的一切的美感都被破壞了 那你花 花會雕啊 一雕了就不美了 它本來很美 如果你學美術的人喔 我告訴你 最美的 是人 接受 不論你學哪一個美術啊 你畫畫 你開始畫什麼 敬物學生嘛 把兩粒蘋果 香蕉給你畫嘛 然後你去畫山水嘛 接下來 到藝術的高峰啊 你要畫人 而且藝術的高峰啊 畫人喔 畫裸體 但是 犯了罪的人啊 把色情喔 跟藝術啊 跟藝術啊 它都分不清 很可惜 所以你注意看啊 文藝復興啊 有三百幅名畫 絕大多數啊 幾乎都是跟聖經的 題材相關的 而另一類的名畫啊 就是邏輯畫 一個人喔 不論你從哪一個角度來看啊 畫家畫出他的美 有一幅文藝復興的名畫 畫一個胖嘟嘟的女人 你看出他圓魂的美 畫老人啊 滿眼皺紋啊 你看出他的美 你要看出神創造的美 那神吹一口氣 人成為有靈的活人 那不論你信了耶穌 你還沒信耶穌 或者你信什麼 我們有一個共同點 你應該是相信 人不是死的一了百了 對不對 至少你相信精神永誰不許 精神而已嗎 不是如果沒有靈魂啊 這個精神怎麼立得住腳呢 但是我們都相信 特別還沒信主的人啊 拜拜 他的親人死了 他要超度 為什麼要超度呢 如果一了百了啊 和生命了結 你什麼都不用做嘛 當垃圾燒掉或是算了 但是不是 不管怎麼樣啊 我們相信喔 死不是終點耶 當然基督徒我們相信啊 透過死我們進入永生 我們進入永遠的榮耀 我們也因作聖經我們知道 還沒信的人喔 不信的人啊 他面對永遠的刑罰 第一的這個苦難 他不是解決的 所以我們像神喔 外表像上 但是神 無死無終 我們有死無終 因為我們是有靈的我人 那動物呢 動物有死有終的 所以我時常對那些很 愛貓愛狗的人啊 說我也愛貓愛狗 但是你要把它當作貓狗來看 如果你把它當作人來看啊 你會把人當作狗 那不對的 那你的狗啊 你很愛死了 你不要叫我們主持葬禮無聊 因為它是有死有終的 不錯 那我們中文說 吹一口氣啊 其實希伯來文的這個字啊 不是吹不是 而是 所以人就成為有靈的我人 亞伯蘭他犯很多錯了 嗯 你如果跟他算賬 秋後算賬 他完蛋了 但是神 透過他 改變他 向他顯現 所以他說你要改名叫亞伯拉 喊 但是這個喊什麼意思呢 就是把這一口氣 重新再喊給他 那他承認信心之福 他把他的獨生子 以撒獻上 因為他 神把主耶穌賜給我們 神不能隨便出手的 你說神是愛 他不用這樣麻煩 他全部救嘛 他沒有理由救 因為他是公義的神 他不能夠把有罪當作無罪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救我們呢 因為有一個人 完完全全把他所愛的兒子選上 神才能夠把他的兒子賜下 因他的兒子為我們而死 為我們而死 付出代價 叫我們可以因信他 我們得作拯救 那這個整套的理論 那這個整套的理論 互不矛盾 而且呢 天衣無縫 那如果你去了解的話 你就會明白 所以對他的妻子 就是殺來 他說你要改名叫 Salah Salah 那個H 進去 這個氣 主耶穌復活之後 向門徒吹一口氣 同樣 聖靈的氣 就進入 我們人 所以今天呢 當你順著這一條路 一直下去 亞伯蘭的生命 可以說是一個起點 以色列人從他而來 然後呢 我們因信耶穌 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 成為真以色列 那我們也成為蒙福的 那你說不信的人 不信的人也蒙福啊 神說他的陽光 照义人也照罪人 他的遺詢滋論罪人 也滋論罪人 所以你信 你不信 神愛你了 神在你還沒信的時候 就已經愛你了 祝福你了 但是當你懂了之後 你知道你回來 你感恩 那你得的福當然不一樣 那聖經講得很清楚 為你祝福的 他必賜福於他 那咒詛你的 他必咒詛他 地上的萬柱 都要因你得福 那歷史繼續的往前走 生命記第七章呢 第六節 因為你歸耶和華 你神為聖結的名 耶和華你神 從地上的萬名中捲選你 他做自己的子民 那你要注意 神捲選了亞伯拉罕 然後亞伯拉罕生了以撒 以撒生了兩個兒子 雙胞胎 以撒和雅各 神捲選了雅各 從雅各生出十二個兒子 成為以色列人的十二個子派 那歷史喔 一直這樣的往前走 那這一個是以色列人的這一條線 那神說我從地上的萬名中捲選了你 這些以色列人 耶和華專愛你們捲選你們 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名 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名中是最少 如果你論各民各住 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 其實應該是不止啦 但是如果你算這五十六個 我們說少數民族 任何一個少數民族的人數 我跟你講比猶太人還多 全世界的猶太人到今天只有一千五百萬 中國隨便一個小市政都贏過了 但是雖然他們少 神說只因耶和華愛你們 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主所起的事 就用大人的手領你們出來 從為奴之家救贖你們 脫離埃及王法老的手 所以你們要知道你們的神 祂是神 是信實的神 向愛祂 守祂説命的人 守約施慈愛 直到千代 向恨祂的人 當面報應他們 將他們滅絕 神講得很清楚 神是公義的神 神不是凶巴巴的神 神不是隨便出手的人 祂的神 祂一定有祂的理由 同時祂是慈愛的神 所以祂守約施慈愛 神以亞伯拉罕立業 祂不改變祂所立的願 所以聖經形容這一個神 是守約施慈愛的神 我們呢 我們對孩子啊 都守不了業 你對孩子說 你用功一點 考好一點 你考得好啊 我帶你到香港去玩 他果然考得不錯 你說是不錯啦 但是沒有第一名 我們去聖陶燒就好了 應該 那國家呢 政治家呢 競選的時候講一套 以後是另一套 他根本守不了 只有神喔 祂不改變 你可以從聖經中找出很多 神守約施慈愛 神要發抑怒 但是祂永遠不忘記啊 祂的月 祂還是有聯運的 那這個月呢 守約施慈愛 直到前代 所以神透過亞伯拉罕 以後捲選了祂的後代 為祂的子民 這個是特殊的捲選 但是出埃及的時候啊 他們沒有辦法成為聖結的國民 因為他們在立法之下违背了 只有立位人喔 站在摩西旁邊 所以聖結的國民 只剩下立位這個子派 其他的也不是 所以他們繼續的违背神 但是呢 以後 我們因耶穌基督 我們成為真以色列 那這個神學呢 又有另外一條線 我就不要扯到那條線 因以色列人的拒絕 神把這個恩典賜給我們外方人 使我們可以得咒 不然你憑什麼得咒 但是我們得咒的不能夠像 那撇氣的誇口 因為有一天神也要使他們 神也要使他們得咒 以色列全家要重歸耶和華神 所以這一些啊 整套的喔 以後我們有時間再來慢慢說 但是如果說萬民啊 要因耶和華得福 我們怎麼說呢 你看諾貝爾獎的得獎人喔 猶太人佔了三分之一 其實諾貝爾獎這個啊 在中國有一個故事 大概1996年喔 當時的主席是誰啊 江澤民 他有一天問他旁邊的人 諾貝爾獎是怎麼一回事啊 他們就去搜集嘛 以前沒有谷歌啊 但是資料還是能夠搜集的 這個的由來 也是諾貝爾獎從1905年就開始頒獎 頒到差不多接近100年 那誰得獎 什麼獎 然後得獎當時啊 大概整六七百人 咱們中國人幾個 三個 三個是誰 都不是在國內的 都是在國外的 那為什麼呢 當然喔 有一些偏差 因為你要得諾貝爾獎 如果是文學獎 你的作品必須翻譯成瑞典文 不難免談 但是翻譯成瑞典文之前啊 多數要翻譯成英文 但是很多在國內的作家都做不到 然後我認為喔 然後我認為喔 鄭燕傑 這個人啊 他應該得諾貝爾文學獎 如果我是評選我選他 你上網看看這個人喔 我覺得他有很獨到的一面 他獨到小學四年級給老師滾出去 但是他成為童話大王 他寫了很多乏人聲聲的話 他說小孩子喔 把玩具當作朋友 大人啊 把朋友當作玩具 哇 很有意思喔 你要思想這些 他很多小品啊 哇很值得 但是西方啊 看不起中國 所以一路來 中國人的價 偏低 低到不可再低 但是猶太人喔 他只佔全世界人口的0.02% 但是諾貝爾獎卻達到三分之一 美國的前40名首富啊 差不多一半是猶太人 那為什麼呢 如果你問為什麼 那江澤民就問為什麼 那手下的人去翻了一些東西 猶太人注重教育 終身學習 我們只會說 活到老學到老 真的嗎 哎呀我不會用手機啊 我只會打電話 不學了 電腦 哎呀不是 現在還好一點了 逼做你必須做 但是跟我同年齡的人喔 我都拒絕了 真的活到老學到老 不是 猶太人 終身學習 家庭危險 養育兒女 信靠神 看中生命 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喔 我可以跟你講不完的 你知道啊 中國很多非法進入以色列的人 非法勞工 因為在以色列啊 差不多現在有七八萬的勞工 建築勞工 從福建省啊去到以色列人啊 那很多是非法 離奇斗魯的 那以色列人喔 抓到的話 遣送你回國 但是有兩個啊 福州人 在以色列 然後 他是非法 的 他到耶路撒冷喔 有一個炸彈爆炸被炸死了 那一查喔 他是非法的 非法拘留的 中國大使館不理啊 他是非法在線的 但是以色列政府啊 還會討論 雖然他是非法的 但是他面對這個不幸 發生在我們的國土 我們照以色列人的 條件啊 給他賠償 結果呢 他的 他的老婆啊 每個月拿美金一千七百 一直到他死為止 他的兒女喔 他有兩個孩子 孩子啊每個月拿一千七百 直到他們喔 到二十一歲 或者大學畢業 哪一個為後 還有他父母還在喔 父母每一個月啊 每個人拿一千一百美金 這個消息傳開啊 我跟你講 多幾萬的非法勞工 進去以色列 他們看重生命 他注重家庭 他不在乎這個錢 所以這個國家做事情啊 很特別 我們喔 對自己人啊 他死了算了嘛 管制他活該 他非法進入 我們一句話解決了 中國大使館就傻眼 為什麼以色列人你們怎麼做 那麼中央就發現了 江澤民就去了以色列 所以他去了死海 就不變起來 然後呢 這些外國首長啊去訪問 行程都是排好好的 他本來是排了五天而已 結果他在以色列逗留了兩個禮拜 他不肯走 他回去之後 就派了很多高官到以色列啊 去學習 水域工程啊 怎麼樣把沙漠被人肥田啊 也造福了中國 所以當中國一祝福以色列啊 中國轉正 我也有很多這個資料 改次有機會 我再跟你們談 現在你說中國崛起啊 沒有人敢否認 但是請問中國是哪一年崛起的 1996 1996 你一定要有一個理由的 你如果說 中國開始喔 走向開放 盛小平嘛 盛小平三落三起耶 他從1977年 到1979年 哇可憐耶 鄧小平他差一點完蛋了 我感謝祖啊他沒有完蛋耶 不然中國啊不能再拖多幾年 台灣啊出了幾個很有才幹的人 但是很可惜啊 都死了 還沒有作威的時候死了 但是鄧小平喔 他有作威耶 1981年啊 深圳第一個開放耶 嗯 嗯 但是 中國崛起啊 幾乎大家都認同啊 你很容易的 你上網查一下中國的崛起 近代的歷史學家啊 都差不多有一個共同點啊 認為是1992年 這條龍翻身 那深圳已經改革開放喔 十年耶 深圳有成績了 其他地方也開始改革開放耶 你們可以想一想耶 你們知道的比我多耶 八十年代到中國啊 桌子上有一碗飯啊 不錯的啊 九十年代不只一碗飯耶 很多飯菜啊 現在啊 一大堆浪費了 我們一路走過來了 但是你說中國崛起翻身啊 1992年 一直到2000年 現在喔 沒有人敢啊 斗定中國崛起 經濟發展 但是為什麼92年呢 九十年有一個關鍵耶 中國跟以色列建交 這個是我對這個歷史的評價 所以當你講回喔 世界各國都因以色列人 而福啊 所以如果你看喔 阿因斯坦 他是猶太人耶 其實中國啊 整個共產思想的源頭啊 誰啊 馬克思 馬克思 馬克思是什麼人 猶太人 他是信有神的 他不是無神論的 但是毛澤東看見這個馬克思的思想 可以用得著耶 他利用了這個思想 但是他把神 拿掉 如果你研究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喔 哪一個朝代哪一個王帝啊 照儒家思想治國的話 這個朝代啊 這個朝代啊 拜得很快 你看中國歷史中啊 比較興盛的啊 如果你說西漢 如果你說唐朝 新聖的那一段時間呢 他是以道家治國的 道啊 是最接近神的 他在尋求神 儒家喔 不論鬼神 不疑怪力亂稱 那這一些年來喔 當中國啊 接受有神的話 他開始蒙古 他否定有神的話 他糟糕了 這個是歷史跟近代史的一些評價 所以如果你看喔 這一些人 不論你在哪一個行業 那最特殊的喔 尤太人 我學音樂的 在音樂的佼佼者 最出名的指揮家 尤太人 然後呢 醫學方面 這些疫苗啊 特別現在喔 很多的儀器啊 你說掃描什麼 都是尤太人幹出來的 你說你沒有從亞伯拉恩的 身上得福 從他的後醫得福 你有癌症 你去掃描 掃描誰幹出來的 你身邊的人啊 那麼 如果你的腸胃有問題 你有沒有照過胃鏡啊 哇那個那個痛苦啊 如果你有大腸的問題啊 哇照大腸也夠痛苦的 你知道前幾年啊 就一個朋友啊 就發了一個資訊給我 你現在啊不用照胃照腸 以色列人發明了一粒藥丸 這個藥丸裡面有鏡頭的 有晶片的 你只要吞下去喔 這藥丸就跟著走 然後進去你的胃啊 它就一直拍照 你的電腦裡面就出現你裡面的東西 明天它就排出來 洗一洗啊還可以再用 那我一想 哇這個偉大的發明耶 然後我一查喔 已經五年了耶 我們在這邊啊 太若無了 然後我最近跟一個醫生談起 為什麼你現在還在照鏡 2011年啊 以色列人發明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不好 因為它一走啊 有些地方拍不到耶 因為特別你的喉啊 你一沖水它就出路很快嘛 可能幾秒鐘就到胃了嘛 那麼胃啊 可能它要拍的時候啊 被翻轉喔 拍不到耶 你要拍喔 它又走了耶 它有它的缺點耶 然後我就問我的朋友耶 欸這個東西 我這邊的醫生說不好耶 他說以前的的確是這樣 現在改了喔 現在我們可以控制 遙控 叫它在那裡停就停 叫它轉就轉 叫它回頭它可以回頭 喔原來是這樣 我們真的太若無了 在醫學方面喔 他們的成就啊 不得了 所以我們從 猶太人的身上喔 我們得福耶